我们从1月份开始就一直专门关注湖北的情况 总体从现在我们有关统计的有关的数据看 或者说监控的情况来看 1月份湖北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保持增长 因为我们1月份的收入主要是上月的根据上入的情况交纳税款 所以1月份它的收入还是比较平稳的增长 那么2月份情况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 2月份它的收入只有零星收入入库 但是2月末湖北省库款的情况还比较好 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除了疫情防控和基本的支出安排之外 有很多的支出这个时间也没有开支 所以总体来说到2月份为止 湖北省国库里面的钱还是比较好的 湖北省国库款的余额有1306亿元 总体上来说跟正常的需要去相比较是够的 湾北省国库那么相比较里面的 这天 DON ce可以 Auno020% Kurt省国库orial